以军遭受火箭弹袭击,以军出动坦克,飞机狂轰哈马斯军事目标。 最近,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不断升级,甚至已经开始以来我往明目张胆地开始战争。 从加沙地带发射的两枚火箭弹飞向以色列,但却指飞行很短距离就坠落,并未进入以色列境内,而第三枚火箭弹则落在以色列境内的空旷地区,为造成人员伤亡。 以色列随后发起报复行动,据称动用坦克和飞机催了二处加沙地带哈马斯组织的上锁,不过加沙地带的居民表示,那两处被袭击的上锁内并没有人,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